马来西亚和泰国警方展开联合行动 破获了一个亚西安区域的贩毒火军火局团 并且起获了价值100多万新元的病毒 马国警方也在包括新山在内的多个地点 逮捕了17名各国毒贩 当中还包括至少3名新加坡人 马国警方星期二召开记者会 展示在突击行动中缴获的枪械和各类毒品 当中包括近4万颗摇头丸 以及20多公斤的海洛因和冰毒等 警方是在连续两天的突击行动中 在柔佛和宾州两个地区找到这些毒品和军火 相信他们主要是要供应给马来西亚市场 警方也在调查起货的这批枪械和子弹的来源 马国警方表示 这次能够成功破案 有赖于马来西亚和泰国毒品罪案调查总局的联手 在被捕的17名毒贩当中 除了马来西亚人 还有泰国 越南和至少三名新加坡人 这些毒贩介于31岁到57岁之间 目前仍被警方扣留协助调查 马国警方今年加大了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 截至上个月29号 共逮捕了近11万名毒贩 起货的毒品总值超过6000万新元 稍后再斯士管转发作中